大家好 欢迎来到成熟美 我是成熟老师 今天我们来从头到尾来解读一下 过一下美国领馆的官方的签证答疑的会议 我也跟大家家长说 我们看信息要看到它源头的信息 那么在2021年的6月1号的下午 美国官方领馆有一次一个小时的答疑的会议 我们过一下 这里边有稍微的删减 因为头条号里头不希望有二维码 所以我们把二维码都删掉了 好的 我们开始吧 首先 我非常想要提醒大家 美国领馆继续邀欢迎中国学生 去学习和在美国的研究研究 我们在2019年2020年 美国领馆欢迎了370,000学生 在美国领馆继续邀欢迎他们 我们非常欢迎他们 我首先想说美国技术 欢迎来自中国的学生 到美国学习和进行研究 最大多数的中国学生 是基于正当的学习 留在美国学习 他们为美国多元化的思想 和观点做出了许多贡献 我们非常欢迎他们 好 首先呢 讲话的人呢 是广州美领馆的签证的副主任 那么呢 这一次的讲座呢 是由Education USA和美国的国务院 共同举办的 那Education USA呢 以前我们也讲过是 这个美国的官方的推动国际教育的 这样的一个组织 是隶属于美国国务院的 那么呢 美国国务院的签证处呢 是直接负责签证 那么一开始呢 他就说了 美国呢 是欢迎中国学生的 那么呢 在到2020年的为止呢 是在中国 在美国的国际学生呢 有37万2532个学生 这是只是在大学的 不包括呢 在中学的学生 所以加上在中国的中学的学生呢 是超过了这个40万人 好 我们接着说 I also very quickly want to remind and let everyone know the various different measures that U.S.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re taking to support and protect the safety and welfare of students both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o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studying and getting their degrees these various measures include institution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the vast majority have very clear communication campaigns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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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次想用中文说就是美国沙原他们有什么措施帮助来自中国的学生跟所有的学生们就是新光疫情的时候因为他们针对好多不同的问题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无法在2020年前往美国的国际学生就是58% 他的院校提供了在线课程还有40%的院校重续推迟到2021年春季活着以后入睡还有呢10%的院校提供了推款 again please look at the various universities you're interested in studying where you're interested in going to study to see what they have done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response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好多老师们跟学生们会问我们一下我要去美国学习但是呢我不知道是否我要打不打疫苗 they're going to be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now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we get asked all the time do I need a vaccine to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studying currently every university has a different response to this question our first answer to this is to first look at the university where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nd look at their requirements related to vaccines 三十一例的高中歸数学生 为消费的高中歸数学生 现在��bles知道比全学生 最高中的高中一种精神学生 加上高中的高中的高中的高中 第一个高中的高中的高中 一本的高中的高中的高中 我们更能看成了一个高中的高中协议 或是一位高中 以取代的高中的高中的高中 高中的高中的高中的高中 高中的高中的高中的高中 现在要高中的高中的高中 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看一下你们想去什么学校 他们可以告诉你你需要打不打疫苗 然后这是一个例子 他们可以告诉你你到美国 他们可以就帮助你叫那个疫苗开始学习 好的那刚才这两页说的是 第一是美国的校园因为疫情已经对课程做了调整 比如说在疫情严重的时候 是可以有网课 然后可以有部分的学费的退款 这是在2021年的春季的学期 那么在2021年秋季学期 美国已经有超过100所大学 要求学生都打疫苗 而且保障学生到了美国的校园 他是有疫苗可打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罗切斯大学的一个例子 那么在这里是鼓励学生 要积极的联系你们的学校来了解 这个在校园对疫苗的要求 是你必须打完了才能去 还是去了以后再打 还有学校承认哪种疫苗 那么把这个联系清楚 但是绝大多数情况 就是如果你没有打疫苗 那学校是提供了有它的资源 这个能力让学生来进行疫苗的给予提供 那么这里边我不知道有家长 是不是在江博士的群里面 江博士是UCSF 就是加大三番分校校医院的 住院的药剂师 那这个医院是全美排名是前五的这个医院 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么他当了二顿医院药剂师 那么他呢也跟这个学生呢这样说 因为他是上海人 所以他很了解这个国际的这个学生的这个疫苗啊 学生旅行啊 他说呢 现在呢其实呢 就是除了可能在中国大陆吧 在一些没有这个疫苗 这个疫情传播的这种地区呢 其实到了美国呢 那么校园呢是最安全的一个 一个这么一个小环境 因为在校园里他要求所有学生都打 而且校园里基本上教工的也都是打 所以在这个校园里呢 他是百分之可能是98%99%的人都是打过疫苗 所以他这个疫苗呢 他这个疫情啊就传染不起来 你像不像是比如在外边这个 这个城市啊州啊 比如匹斯堡是 我在这个城市呢是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大学城 所以呢打的疫苗的这个人数呢还多 那多呢也就是在百分之六十几 可能将近百分之七十 而在有些州呢可能还非常的低 所以呢在如果你在校园的环境里面呢 那么其实呢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他没有没有这个传染源 他传染不起来 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接受到孩子们 学生,学生,学生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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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关心,或是问问, 然后他们关心的保护人和人生的保护人 我提前的这个文章,是在美国的外国 来说了一篇文章的文章 在朕尔的军长,向前的中共发展 过去使用他的行动 提出党避免状态, xenophobia, and bias 所以我认为说明多 我认为了什么法党政府继续进行这块 这件事 我也认为你去看 at the various all the universities that you're applying to and the many measures they are taking to protect and ensure the inclusion of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eir studies so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topic and thank you all so much for listening and hearing more about this issue welcome everybody 好的 刚才那一页呢 就是说呢 特别强调呢 就是这个 拜登呢 他在这个 在3月30号 2021年3月30号 专门发布了一个 这个严格严厉的反对 这个这些歧视亚裔的任何的这种活动的 这样的一个声明 所以呢 这里面呢 美国的大使馆又强调呢 说在美国呢 我们对这种对亚裔的这种歧视 是完全的反对的 从这个政府从上到下 都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所以呢 跟大家来声明一下这个具体的态度 是这样的 我提到这个文章的 这个文章的文章的文章 是中文章的文章的文章 这些文章的文章的文章 是中文章的文章 是中文章的文章 欢迎大家 很高兴大家参加这个活动 让我回答学生签证的问题 正如刚才Taylor Brand所说的 我是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非移民签证处的副主任冯家树 然后期待回答大家的问题 OK, so the first thing that I want to tell everybody is welcome As my colleague mentioned, the United States is eager to welcome legitimate students to come and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top dest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orldwide As you can see on the slide, 53%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ame from China and India with most coming from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5% of all of the students a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ntributing $40 billion to the U.S. economy 首先我想说的是,美国欢迎中国学生 美国是全球首选高等教育目的地 有数以千计的优质大学可供选择 来自中国的国际留学生高达35% 在2019年美国大学里超过5%是国际留学生 为美国经济带来400亿美元的收入 好 刚才那个我说一下就是 这个 这位官员呢是 开始回答这个签证的具体的问题呢 那么他是 广州领馆的签证处的这个副主任 那么呢 他呢 首先呢是说呢 美国是欢迎国际学生 而且中国学生在美国 是占了国际学生的35% 中国学生加印度学生 占了53%超过一半 那么所有的国际学生 在美国的学校占了5% 这是很高的一个比例 那么这些学生 每年给美国的经济 贡献400亿美元的经济的作用 所以这是一个 对中美双方都有利的一件事情 好 下面讲签证步骤 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的页面是 赴美留学签证申请的六个步骤 首先您需要申请学校 等到学校录取了提交文件 准备I-20表格 在学校获得I-20表格之后 您需要支付两个费用 一个是向美国海关 与移民事务局支付service费用 另外一个是支付签证申请费 并预约一个时间来美国领事馆面谈 然后准备并通过签证面谈 获得签证之后 您可以进入美国国境 并在学校注册 好 这里边讲了一个大致的一个步骤 就是首先你达到I-20 是要得到录取以后 学校要给你发I-20的身份的文件 然后你要交给移民局 要交service fee 大概是360美金 然后再有一个要给美国领事馆 因为美国领事馆属于国务院 要交签证费 签证费大概是160美金 然后再去面谈 就面谈的时候 这两个费都要交了 你不交的话 这个会被拒签的 对吧 你签证要是没有 没有交这个签证费 你是约不上的 那么service fee 有的学生忘交了 那一定要去交 那么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查 那你要去问你的学校 然后你才是签证 拿到签证以后 你是要进入美国的这个国境 就所谓入关 所以是几个这么大的这个步骤 这些步骤都是录取之后的步骤了 OK 所以, there are two steps to prepare for your visa interview at the consulate the first thing that we ask that you do is go to the website siac.gov C-E-A-C dot G-O-V 在那网络上,你会写出了D-S-160 form,你会问问自己的问题。 之后,你会去U.S.TravelDocs.com,你会付费用的费用,然后你会设计进入联络的联络。 接下来,您需要为签证面谈做好准备。 首先,在国务院官方网站CF.State.gov,填写完整并准确的D-S-160申请表,然后在签证申请服务预约中心,U.S.TravelDocs.com缴纳签证费,并预约面谈时间。 好的,那下面的步骤就是一个是要填D-S-100表,就是这里边要很详细的提供你的背景的材料,就是给签证官需要,然后去要交费。 OK, how early should you apply for your interview? The easy answer is we want you to apply early, but you can't, we cannot issue the visa until 120 days before the start date on your I-20 form. So, once it's within 120 days, we can issue the visa. Sometimes people come in a little bit before 120 days, that's okay, but we aren't able to issue the visa until you're within that 120 days. 最早需要什么时候来申请面谈呢? 最容易的回答,最容易的答案就是尽早申请。 但是,早于I-20表格上标注的学术项目开始时间,120天的申请,我们是无法批准的。 当然,您可以在这120天前申请,我们只能在120天内才可以签发您的签证。 好,这里边是说,你在预约的签证的时候,是在你开学之前,就I-20开学之前的120天,120天就是四个月。 其实呢,就算是你是quarter制的,你是九月底开学呢,那么你这个九月,八月,七月,六月,那现在呢也是到了。 你要是一般的,绝大多数学校呢,都是这个semester制的,就是学期制的,那么都是在八月底开学。 所以呢,那你就八月,七月,六月,五月,这已经是,肯定是在120天之内,所以你就赶紧去约就好了。 如果您可以组织的批准,这件事。 我看到你必须要不耽识,一个房子一定会组织的,是在与毫度的公司的证明。 你必须要拿到一年约的網站,一个传递接的信息。 你必须要拿到一年约网图兼军,当需要小学生的费体费,一些学生的经济原本。 it's helpful if you bring your school acceptance letter some people bring their ds160 confirmation page beyond that it's really up to you the consular officer may ask to see different documents for example a resume a study plan advisor information for those of you going for graduate degrees and if the consular officer asked to see those documents then you need to provide those and you can either bring them in person or you can send them later at some point they will ask that you email everything in digitally even if you brought them in in person 需要去美国领事馆办理签证面谈 需要带什么文件呢 首先有效的护照这是最重要的 最少要有六个月以上的有效期 当然还有大学出具的service i20表格 然后是service费用的收据 这个是非常有用非常重要的 还有是学校录取通知书 还有的是ds160申请表的确认页 好的 那么签证的时候要带什么呢 就是上面这些列的都是建议带的 这里最重要的你要带上你的i20 你的这个护照 对吧 然后再有你的这些交费的这些收据 还有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然后那后边他可能还会讲 你要带经济财产证明 我们到时我们待会再来听 然后右边这个呢 就是一个这个i20 这是F1的类型的签证 然后呢这是学校啊 什么这里边呢 是有这个你的开学的日期 和他i20的有效的日期 这里边呢 是你需要的这个准备的 这个一年的这个费用 所以呢这些呢 你要证明你自己有这个经济的能力 好 一些领事一些签证处的签证官 可能会需要看到您的简历 学习计划 如果您是申请 如果您是申请硕士学位的话 您需要带上简历 学习计划 还有美国内方的导师的资料 您可以在面谈的时候带过来 也有可能在面谈过后 签证官会让您从邮件里面 再发过来给我们 好 那么硕士和博士呢 因为你有具体的研究的内容 可能需要带导师的这些这个材料 就是你要研究什么东西 那本科呢 一般不需要带这个东西 尤其博士呢 你得要讲清楚 你要研究什么东西 所以 然后你必须能够证明你能够赔这些研究 没有在美国工作。 这也说是能够证明你的生活计划, 这也很相似的。 你必须能够证明你能够赔的资料 为你的学生和生活计划。 怎么样才算一个合格的学生?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规定。 首先,您需要证明您是一个符合条件的真正的全日制学生。 证明您的英语水平能够完成学习任务。 证明您在美国属于短暂逗留, 并且赴媒的唯一目的是学习。 另外,还需要证明您有能力支付学费和生活费。 接下来就是能够证明您留学时的住宿安排。 好的,这段随意证明。 好的,刚才说一下, 学生要跟签证官来证明你到美国是会成为一个全时的学生。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你有足够的钱, 你有很确定的目标在美国停留。 你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学习, 就是拿学位。 其他目的还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打工啊, 什么偷渡啊, 什么结婚啊, 什么到美国了就不回去了。 这些都不是你的作为学生的目的。 可能你结婚呢, 可能有结婚的类型的签证。 但是如果你申请的是学生签证, 那么你唯一的目的就是在美国当全时的学生, 在美国是不能够去乱打工的。 那么你在这个签证的过程中, 签证官要了解到你的要去美国当一个全时的学生, 你也要努力证明自己这一点。 好,在下面。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Come in and be prepared to tell the consular officer your story, and be prepared to tell the consular officer your true story. There's a lot of advice out there that people have that may or may not be accurate. One thing would really like to caution everybody to avoid would be to exaggerate your qualifications. and the other thing would be to avoid omitting information or leaving information out, so as to make yourself appear more qualified. Applicants that are caught doing those things frequently will jeopardize the issuance of a visa. 而接下来这个页面就是诚信为上。 请在前来面谈之前准备好, 告诉我们您的真实故事。 现在有很多中介或者是网上的论坛, 有各种所谓的忠告和建议, 但是它们都不一定是准准确的。 有些时候夸大其词, 夸大您的符合签证的资格, 这样也会堕入误区, 有可能会被拒签。 对, 这里面说呢, 其实说两个, 一个是夸大其词, 一个呢就是有意的来隐瞒一些信息, 这些呢都可能会让你得不到这个签证, 所以呢就是一定是要诚信, 要来这个告诉签证官清楚, 说我到美国就是有这个学习的目的, 这样呢我呢来得到签证官的信任, 来达到这个签证。 没有规定您在面谈时, 银行账户里需要有多少存款, 唯一的要求就是您必须有足够的资金, 支付第一年的费用, 且有一个费用, 且有一个费用。 没有规定您在面谈时, 银行账户里需要有多少存款, 唯一的要求就是您必须有足够的资金, 支付第一年的费用, 且有一个费用。 一个可信的计划, 证明您如何支付在美留学期间的所有费用。 好的, 这里边呢就是所谓的存款证明, 你要证明呢你有能力来付这个钱, 那么要求呢就是你能够至少提供, 就是一年的这个现钱对吧, 因为你到了学校就得要交这个学费了。 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未来的这个, 比如说你是读本科, 那你未来的这四年, 你都打算怎么来付这个钱? 你说我们家里有房子, 有股票, 有现金有什么, 那么你得要跟这个签证官来证明, 但是呢你后边那个二三四年的这些钱呢, 可以不拿这个存款证明, 但第一年呢得要有很现实的这样的文件, 来证明你确实有这个钱, 就是到了秋季你就能够交学费就能入学了。 。 那么, the Visa officers will be conducting the interviews in English, to see if you have sufficient English proficiency. Of course our officers realize that you may not have perfect English, really what they need to determine is if your English is proficient enough for you to succeed to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it doesn't have to be perfect. 我们不想记得您的课程中的课程中 因为我们在课程中的课程中 我们想要证明的课程中 当您的课程中进入课程中 这就会让这种课程中 进入课程中 亲政官明白 不是所有的国际学生在赴美前都能说流利的英文 亲政官在面谈的时候 需要去看一下您的英文是不是到了足够的水平 可以在美国读书可以成功的上课 所以我们希望申请人不要为了面谈 而死记硬背 这样会让警示签证官无法去辨别您的英语水平 这样有可能会导致延误了您的申请 好在这里面很多同学问 我签证的时候到底是讲中文还是讲英文 那么一般来说对学生签证的签证官都会给你讲英文 因为你要是英文都不懂的话 你没法听课 而且再有一个就是学生 它其实都是有托福的成绩的 对吧 你的英文到一个程度 你才需要能够录取 除非是有一些情况说 我到美国就是去上语言学校 我现在英语就是不清晰 不会我到美国学英语的 这样的情况 有可能签证官会跟你说中文 但大多数都是说英文 再有一个就是说 千万不要在签证的时候 去什么刷签证题被答案 还是要讲出自己的真实的这样的情况 好 下面就是答疑环节了 好 这里是我们今天展示的一个介绍的结尾 然后我会回答你们的问题 看来已经有很多提问在线上了 这是一个zoom的一个session 当时你看这有200多人来参加 OK 所以第一个问题 我并不是能够回答 我没有回答你们每一个具体案件的问题 首先需要再强调一下 我无法回答你们每一个具体案件的问题 所以我会将我的答案 保持在比较能够针对 比较针对基本的案件 或者基本的情况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在新加坡申请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 我能回到中国申请吗 回答是 您可以申请 这是您自己的决定 但是您申请的情况 可能在不同的 即便是您在不同的地方申请 您的申请情况 也应该差不多是一样的 所以您可以自己决定 如果您需要再次申请的话 也欢迎您申请 好的 刚才这个问题 其实它有一个点没有说清楚 就是说我在新加坡 如果签证了 那我要不要在中国签 还要在中国签 这个显然就是意思就是 我在那边是被拒签了 要不要在中国签 那么这边它说了 是你可以签任何多次 而且在签证处 是各个国家对学生的 签证的要求的大原则 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到中国再来签 那么可能如果有学生 在那预约了还没有签的 那你要想回中国呢 你要就是不一定把你取消 就是你要把这个 你的这个签证呢 这个文件呢 要转回中国 在中国再预约 那这个就是说 把那边给 要转回中国 一次呢 只能在一个地区来签 第二个问题是 i20表格的问题 学生可以用 i20表格的 打印出来的文件 申请美国签证吗 答案是 您可以用打印出来的 i20表格申请美国签证 当您入境美国的时候 您需要出示 i20 同时是i20需要您跟 学校官方签名的 OK It looks like there are a couple questions asking about parents and parents' jobs 这是敏感问题了 这是父母的工作 接下来的问题 看来有好几个问题 都是问关于父母的工作 So the answer is that consular officers during the interview try to take a holistic view of the applicant We will ask you about your plans We'll ask you about your funding We'll ask you about your parents and your parents' jobs the short answer is that your parents' jobs will never result in a refusal of your visa they may delay the issuance of your visa for a while 就家长不会导致你拒签 答案是 但是可能会导致延迟 在面前的过程中 领事签证官会综合考虑 您是否符合签证的各种因素 他们会问您的学习计划 您的资金来源 会问关于您父母的信息 父母工作的信息 但是父母的工作不会导致学生签证被拒签 但是有可能会延迟学生申请的这个审核 这里边的是又强调了就是说 学生不会因为父母工作这一个单一的原因而被拒签 那么签证官都是综合考虑学生的各方面的情况 但是如果是学生父母有特定的什么工作 那么有可能会导致学生签证的被延缓 对刚才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敏感的 因为大家知道可能有学生有已经被有被延缓或者被拒签的 是父母是公安是这个特别的这个行业的人 那么这里边这个签证官就说他会综合来评估这个情况 所以呢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 那我认为呢你应该更好的来准备一下你的签证 来从整体上来让签证官来相信你的这个学习的 这个整体的目标和你学习的整体的计划是好的 请原谅我这个问题有点长 OK so this next question is asking about the start date at the university and how early can you get to the United States 什么时候可以到校最早 这个问题是问关于项目开始的时间 还有可以最早能够什么时候进入美国 so currently in China there are still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s in place that prevent us from issuing student visas before august with start dates before august 1st 现在还不能不能给8月1号之前开学的签证 currently we are able to approve student visas with start dates after august 1st 就你的开学日一面在8月1号之后 所以最早呢就是7月2号进入美国 如果你是你是8月1号开学的话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呢 如果你的学校的你申请的开学日呢 是在8月1号之前的话呢 那么呢你是不享有现在这个国家利益豁免的 这个国务院的特别的政策的 除非呢你去学校的要求呢 把你的这个申请开始的日期呢 改到8月1号之后 那么如果你是如果你说8月1号开学 那么呢你最早入境的是7月2号 那一般的学校呢大概都8月20号开学 所以你入境呢就可能7月21号 这是最早的 就不能超过30天之外入境 目前在中国一些总统公告还是还是有效的 目前我们只能签发学术项目在8月1号或之后开始的学生的签证 除非您是获得了国家利益豁免 所以现在如果您的学术项目是在8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 您最早不能早于8月2号进入美国 那就是在您的学术项目开始之前的30天 但是如果您的I20表格上面的学术项目开始时间是8月1日之前 而且您也并没有获得国家利益豁免 那签证官是不能签发您的签证 只能等到您的I20上面的开始时间被修改过来之后才可以考虑 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说呢 如果你的学校的你拿的20是8月1号之前开学的 那你最好现在赶紧去学校呢 去改成8月1号之后的开学 就是你不要去选择夏季学期 你就选择秋季学期好了 下面一个问题是 最早可以什么时候进入美国 就在你项目开始的30天之前才可以入境美国 学术项目开始之前的30天内进入美国 这个问题有点长 请给我时间看看 这个问题可够长的 有一些好几个问题都是问243D条款的 就是又重新强调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很多可以回答的 职业并不是直接并是唯一的影响因素 就是父母的工作不会妨碍或者导致学生签证的被拒签 但是它有可能会延误学生签证的申请 可能会延迟 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 here about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one zero zero four three this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can be found at whitehouse.gov if you want to oh I need to sorry the text of this proclamation can be found at whitehouse.gov it is the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the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 the consular sections in mission china do follow this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有个问题是问总统公告10043 大家可以访问白宫的网站whitehouse.gov 去看细节 这是美国的法律 中国以及中国区的领事 各时领馆都在遵守着这里的上面所说的规定 那么这里强调的是10043要看原文 然后这个使馆必须得遵守10043的规定 但是这个遵守并不是说 我只要是北航毕业的学生 我就一定会被拒签 并不是说这样 而是说我如果是在从事军工的研究 军工的这种项目 那可能会导致被拒签 下面一个问题是 广州这个星期是正常开放吗 广州领事馆 答案是这个星期 广州会正常开放 广州领事馆是正常开放的 我们的正常的对外时间也是如往常一样 所以这个10043回头我再跟大家再读一下原文吧 如果申请人是在2019年毕业的 他可以 可以申请不面谈吗 如果他的I20是变成了硕士研究生的那个水位 这个没问清楚 就是意思就是说 已经有签证了 这个问题您可以 这个回答非常官方 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去看一下 那么美国的国务院的签证处的 中文的有一个唯一的官网 那么这个上面是说 如果你的学习的项目改变 或者你超过五个月 或者是不是持续的 active的学生的身份 那你都要来重新来签证 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如果是没本的学生 我现在手里有没有失效的签证 我还能不能拿去读美颜 那这里边他就说 签证处的官方的建议 是你去看一下签证处的官网 应该是官网上面 应该是希望你是重新签证的 这个问题是问可不可以 所以画面就是不需要前来面谈 您可以看一下官网上面 关于面谈再传递的相关信息 Just a second to find some questions here 刚才并不是说这个递签 而是说呢 在需要比较重新签 因为中国的递签呢 还都一直都没有开始 所以呢 刚才这位翻译呢 没有太get到这个意思 所以刚才这个呢 其实是回答了很多家长的问题 就是我手里有一个合法的一个签证 没有过期的签证 我要不要再 但是我换了学校 我要不要再重新签 这是博士生的 他的学习计划 关于申请博士学位的学生签证申请 所以宣证官通常会在其简历 或者是学习计划上面 去看一些什么信息呢 基本上是你的申请的材料 通常他们会看 宣证官会想要看到 学校的一些文件 是你怎么样会被学校录取的 关于是关于您被学校录取的一些相关信息 对如何被录取的这个信息 所以呢 学博士的呢 还是要好好准备 尤其博士呢 也有可能会碰到严格专业的问题 有一个问问 如果有关根据的码砘措CH 如果是尼尔科学尔科学有变利的一些 储 niez变利的考量 提供做 standard 提供的设计 在码码的标准专业的提供 我到尼尔尔科学院的码码码提供 所以具体你什么专业呢 这是学校来管 学校给你220 他们的你根据220去签证 有没有特定一些研究 是对学生签证是有利的 这里的答案是 我们都随时欢迎不同的学生 前来前往美国读书 只要是学校录取了您 并且只要学校录取了您 然后您收到了学校签发的i20 我们可以跟您进行面谈 Hello everyone I'm back to answer a few questions that I've seen in the chat box related to the COVID situation and vaccines 大家好 我回来了 我想回答一些关于疫情 然后新光疫情这个问题 The first question again is reiterating about the vaccines People are asking these questions and want to know more 关于疫情的问题 也是大家要关注的 Do I need to get the vaccine for my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nswer again is that You should check with the university that you plan to attend 答案就是还是要联系学校 看学校的要求 因为美国并没有一个全国的要求 我们的建议就是看一下你要去什么学校 什么大学 他们会告诉你是否你还现在要打疫苗 所有的大学 就是美国有四千多的大学 都有不同的规定 我们现在就要超过一百个学校 现在你必须得打 所以你去联系学校 那学校会有它具体的规定 所以你去联系学校 学校会有它具体的规定 所以你去联系学校 那学校会有它具体的规定 所以这个使馆会不会持续开放 那就是根据本地的疫情的情况来决定 那就上海 就根据上海的本地疫情 OK OK 好 这是如果要是新的I20 如果我的签证申请已经完成了 但是这个时候收到了另外一个学校的新的I20 那我需要重新申请一个新的签证吗 这就是持有老的有效的Visa 回答是您不需要重新申请一个新的签证 只要您在赴美时在入境时 需要出示您的新的I20表格 您可以带上您现有的有效的签证和您的新I20 那么这个回答和刚才那个回答有点不同 那这个回答是告诉学生说 你如果已经有了合法的签证 又有了一个新的学校的录取 那么你可以拿着你的旧I20和新的I20 去直接去入关不需要重新的签证 但是他刚才回答过的是 如果看他的网站的建议 实际上是建议去重新签的 所以这里面其实我还是建议 学生最好重新签证一下 因为是有学校的变化 就是拿到offer就决定不去了 不去签证了 会不会影响以后 如果收到了I20 但是 请稍等一下 不好意思 这个问题是 如果收到了I20 但是并没有申请签证 那这样会不会对我造成影响 如果我以后决定不去美国读书 确定我去美国读书 所以这个呢就是 所以这个呢就是 所以有了录取没有去签证 这个并不会影响你以后在美国读书 因为在美国呢 它的录取是大学决定的 签证的是签证官决定的 即使你签证签过了没过 都不会影响你以后再申请 如果您以后想要在美国读书 您可以继续申请 当然您也可以选择不去美国读书 被拒签了是不是能够再去签 这个问题是一个学生被拒签了 他的学生签证申请被拒签了 他还可以再申请第二次吗 and the answer is that you can apply for or visa as many times as you would like to 随便是学生可以决定可以签任何多次 您可以申请您可以继续申请学生签证 多少次也不会有影响 next question is can I apply for a visa interview in Guangzhou if I was refused in Beijing 如果跨地域可以可以如果我住在北京 能不能到广州去签证 北京被拒签了我可以在广州申请吗 如果在北京被拒签 and the answer is that you can apply in Guangzhou you can you can apply anywhere in Mission China and you can apply as many times as you would like 所以答案是 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 您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使领馆申请 都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使领馆申请 这个今天还有家长来问说呢 在北京他在上海 能不能去广州签证 又是什么时候可以入境 这里有几个问题都是问 最早我可以什么时候进入美国 and the answer is you can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30 days of your program's start date so for example if your program's start date is August 1st you can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July 2nd 回答是您可以在您学术项目开始之前的30天内 就是不要不要早来 因为早来的可能在海关上的被阻止入境 如果您的学术项目是8月1日开始的 那您可以在7月2日或之后进入美国 好好的 All right next question is what should I do if my program doesn't have an advisor 下面一个问题是 如果我的项目没有没有这个这个 如果我的项目没有导师该怎么办吗 这是对研究生 如果你的项目没有任何认证 如果你的项目没有任何认证 你需要非常清楚 那你的项目没有任何认证 你需要轻易认证 如果你的项目没有任何认证 我要清楚地告诉签证官 您需要在面谈的时候告诉签证官 您的这个学术项目并没有导师 对并不是说你没有你的导师 你就会必须签 你要有的你要跟这个签证官来说 我想这个可能他也会有一些核查 关于这个导师 他是不是有军事项目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护照的 这个六个月有效期的问题 答案是这个护照必须是有效的 在您进入美国之后 需要至少有效六个月 就是从入境那天 有六个月的最低的有效期 如果不是这样 你在中国最好换一下护照 更新一下护照 行政检查要多长时间有没有办法加速 在哪儿呢? Administrative processing means that the interviewing officer needs som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from you or needs to do some additional checks on your visa before he can issue the visa it can take anywhere from currently it's taking anywhere from six to eight weeks unfortunately there's nothing that we can do to speed up that process so we encourage you to apply early to make sure that you don't miss your program start date 所以行政审查呢 可能要花到六到八周的时间 所以呢 建议呢 学生尽早申请 那行政审查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签证官呢 可能需要 学生提供更多的信息 或者他需要去查更多的信息 所以我建议呢 如果你是研究生的话呢 你尽早去申请 因为六到八周两个月的话 你如果现在是六月中 那么你两个月就得到八月中了 所以呢 还是尽早去申请 那本科呢 一般都没有这个行政审查 这个东西 这是对研究生的 下面一个问题是 我们怎么样去证明我们的英语水平呢 The answer is that the visa interview will be conducted in English They'll ask you questions in English about your background about your study plans about your future goals regarding this visa and if you're able to communicate clearly to them in English then your English is proficient enough 怎么证明自己英语的程度呢 就是在面试的时候 要用英语 会问你的背景啊 你的计划啊 那么呢就 签证官会问您 在这里要把英语讲得好一些 学习计划 还有未来的目标 如果您可以顺利地用英文跟签证官 阐述这些信息 那您就有足够的英语可以赴美学习 So the next question is This student has an F1 visa that is still valid But there's no national interest exception annotation on the visa And they want to know if they can still travel directly from China to the US 下一个问题是 这里这个问题又问了第三次了 就是学生如果有签证 但是换了项目能不能去 但是没有NIE就是国家利益豁免的相关备注在签证上面 那这位学生还能不能用这个签证赴美吗 能不能如今赴美 The answer is that you If your program start date is after August 1st Then you can travel directly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Even if your visa doesn't have National interest exception annotation 所以呢就只要你的这个学校是8月1号开始之后开始的 那么你就自动获得这个资格 你不一定在你的护照上需要有这个NIE的这个章 在签证上面并没有国家利益豁免的备注 Okay so we'll do two more questions The next one is a question about a national interest exception If there's a valid F1 visa without a national interest exception The program starts after August Can the student fly directly to the United States 这是同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 持有有效的签证 但是并没有获得国家利益豁免 但是他的项目是在8月1日之后开始的 他可以凭这个签证在7月2号之后赴美吗 The answer is that after August 1st F1 applicants no longer need to have a separate national interest exception so they don't need to contact the consulate for a national interest exception 所以8月1号之后开始的这个学生 他都会自动获得这个NIE的这个他的资格 那么这件事呢实际上是在 国务院的这个关于NIE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发的这个通知里面 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所以你不必为NIE再去签证 我们已经答应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问到Instagram 从Instagram上来的问题 How to define program's start date on the I-20 For returning students The start date is not always in 2021 就怎么来知道自己的项目开始的日期 辨别I-20上面的项目的开始时间呢 那对于续签的反签的学生 他的项目开始时间 不一定总是2021年的 The answer is if you are a returning students you can return anytime after July 2nd and we're looking we're considering your program's start date to be the date that your in-person classes start for the next semester 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是已经是返回美国的这个学生 就是你已经有一个合理的I-20的 就是这个签证的学生呢 那么你只要在7月2号之后来回到美国就可以 对于反签的学生 您可以在7月2号之后赴美 这个是界定于是在于您是要亲自去到 在下个学期亲自在教室里面上课的那个时间 好的那这次感谢我的同事 在下个学期间带8号之后 我们 frequently host events both online and in person at the consulate that's a photo of the U.S. consulate where we have programs frequently throughout June the majority of our events will be online so many of you can participate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joining from 所以后呢我们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 未来我们还会进行什么活动 你可以开一下 Each is going back to the slide we are to welcome in American Astronaut who will be speaking about his journey to space and he will be talking about many different topics包括 in space the space flight burada领館 然后呢这里面还有不同的活动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讲座一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里面回答了很多的 大家关注的问题 比如说敏感的专业 比如说跟国防项目有关的学校 比如说签证有效期 还要不要重新签NIE 这些都是很直接的回答 而且这是属于官方的回答 所以我们今天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来整个过一遍 也是让大家能够多多了解 那么这里边应该是可能有英文讲 然后中文讲 然后我的解读可能是 应该是比较清楚 如果再有不太清楚的 学生家长也可以留言 或者在私信我 尽量安排时间来回答 然后我会再做一些视频 来重点再看一下 10043的原文是怎么样的 这样让一些可能涉及到这些状况的 这些学生有一个更好的准备 但是大家知道他说了几次 说签证是一个整体的评估 不会是因为某一个单一的原因 就让你完全是拒签了 所以还是要好好准备好 自己的签证的材料和面试 好那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你观看 关注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观看